各位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咪咪讲 今天装扮成柯南的模样呢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找一找 这桩成冤了25年的案子 它的真相在哪里呢 事实又是什么呢 今天的全民开讲 邀请了三位平常习字如今的男士 来和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来说一说埋藏在他们心底 将近三十年来想说的话 线上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遵行古礼拜师 成为师徒关系 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师门有难 身为太极门弟子 都会挺身而出保护太极门 太极门是经最高法院 三审判决确定 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间激政法 被激押无辜被告 也都获得国家焉益赔偿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 国税局还可以继续 开出违法税滩 为南太极门25年 国家机器不守法 第一阶段出动检警调 违法侦办 第二阶段财政部 国税局 实行署 为奖金 更是不择手段 破坏太极门 破坏人民生存的潜力 这可谓税法228 一个国家气器 无所不用其极 设法要毁灭一个门派 一个在前九推动 爱和平不以余力的心灵修行团体 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灭门灾难 可贵的是 隐藏在人性贯位背后的良心 被激发出来 各级审判法官排除 一论压力 主持公道 太极门才能保存下来 还爱人一个清白 这件事为姐姐 我们会战斗到底 为了立国立民 我们一定为了世纪大冤暖 抗争到底 谢谢大家 谢谢阿吉哥的分享 从他的分享中 可以感受到 传统师徒门派中的 情谊与精神 当国家的机器失灵 对于一个优良的武术门派 做出近乎灭门的行为 用莫须有的罪名 罗之名目 强行入罪 如同前高雄国税局 检任集合 黄坤光先生所说 这不单单是非法课税 根本就是栽赃妄法 实在令人发指 我们也请中华武术总会 黄坤中理事长 来表达武术界 对于政府的呼吁 我们知道武术气功 是我们中华最优良的传统文化 那我要表达的是 文化是国家的根本 国家的命脉 世界各国啊 都是不遗疑的耗费拒之 在支持维护 自己的国家的传统文化 弟子包红包 敬师礼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中的 一个弟子对师傅的尊重 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 被拿来磕碎的 那中华武术协会 气功协会 还有台北市国术会 在92年10月间 也曾经发行公开声明 本会所属的团体会员 从没有因为弟子 赠予禁师礼 而被税捐机关 科征税捐的事情 国税局这一次这个事件 对太极门磕碎 已经严重的侮辱到 全国的气功武术 传统国术的团体 接下来邀请第二位 台湾阿诚来分享他的故事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在80年时 经国中同学推荐 拜师入门 进入太极门练功 我从事泥座工程 因工作时间很长 平日又没有休假 所以大家都会在中午 休息时间玩牌 下班又会与同事去吊虾场 玩到很晚才回家 每次妈妈都在客厅 等我到家才去睡觉 因为睡眠不足 让家人很担心 在太极门 师父要我学好戒坏 才让我回想 那几年的辛苦工作的 都没有存到钱 渐渐的坏习惯就改掉了 但是这样好的师父 好的门派 却在民国85年12月19日 一夕之间 被没有良心的检察官 侯宽人用抄家灭门的手段 违法乱钱迫害我们 一方面说师父诈旗 又用司法把师父关起来 同时又说太极门是补习班 缺解我的正与师父的 禁师礼士补习费 开了天价税单 还要将我们的道馆断水断电 又要查封拍卖我们的练功道场 真是没有天良 吃人够够 用国家公权力 霸凌我们小老百姓 人在座天在看 天理昭昭 总会有一天会有报应 前司法院副院长 沉重磨缩过 太极门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团体 为社会带来和谐 幸福健康 快乐重大的贡献 这样一个好的门派 却被具有公权力的检调单位 以最严厉的手段 加以伤害欺凌 太极门冤作假案 在民国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尊之争法 司法已还太极门清白 而国税局却说法院判的不算 更不断的开出违法税单 至今还没得到平凡 太极门的税务案件 由刑案 滥权起诉而来 真点只有一个 太极门地址的禁师礼 是否正宇 经100年12月9日 行政院跨部会协调决议 由国税局公告 两个月以填写声明表的方式 公开调查太极门地址 禁师礼的性质 调查结果如果是正宇 则依法终结冤案 如果是学费 也依法处理 公告调查结果 7401份声明表 全都表示是正宇 但国税局却未依照 公告调查所得之证据 认定正宇以事实 再度开单课税 冤了25年还没有终结 我与一群师兄姐 学会用摄影机 记录我们的心酸学类史 无论99年上凯道 在总统府前悲苦喊冤 105年再度上凯道 税不好税凯道 我整夜记录着 成群的税宅户 悲壮地躺在凯道上 106年我们又去税凯道 那一夜风雨交加 临不惜我们的坚持 要法税改革 良心救台湾的决心 我有空就会去决宣 去一补武院成群 去国税级成抗 我举牌 拉布条 也会用手机 一一记录下 每一位法税改革的良心英雄 留下历史的见证 让后代子孙能更好的明天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让我们一同实践真正的正义 创造高品质的民族与法治素养 让台湾成为令人羡慕的 真正公平自由的国度 希望有关单位良心觉醒 归还太极门修行圣地 还我太极门公道 谢谢大家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台湾阿成真的是真爱台湾啊 他为了台湾的法税能够真改革 不畏寒冬不畏大雨 走上凯道税凯道 有空就会到一府武院去成勤 去国税局成抗 举牌拉布条 也用手机一一记录 每一位法税改革的良心英雄 留下历史的见证 让后代子孙能够有更好的明天 真诚的希望 实践更真正的正义 创造高品质的民主与法治的素养 让台湾成为令人羡慕的国度 台湾阿成赞哦 我们赶快来听听 今天第三位分享人 宾哥的故事 现象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因工作压力大 吃饭不正常 16岁就疑患 胃溃疡 多年后又胃穿孔 胃出血 阴藏般重物 脊椎压到神经 天天24小时 手脚都会麻 会痛 医生说要开刀 让我好担心 以烦恼 很幸运 因言计会 在83年 经朋友推荐 遵行古礼拜师入门 太极文是古老气功 武术修行文派 师傅教我改脾气 正向思考 修改自己不好的习性 很快的脊椎麻痛 就有了明显改善 我非常感恩师傅 收我为徒 从我太极文内 逆传的真功夫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也跟师傅 结下一辈子 师徒情言 是我人生最大 最美好的转折点 一个帮助我 身心健康的好地方 却因85年 侯宽人检察官 带领检警调人员 违法搜索之下 不实起诉 国税局却依照 带查证事项的 取诉书 对太极文 开出巨额的税单 至今长达25年的 冤错假案 我的亲友 受了媒体的误导 非常反对 所以我持续来太极文练功 我爸对我生气拍桌子 我出门都不敢穿太极文练功服 有一次我上国中的宝贝女儿穿练功服要坐公车 却被公车司机无厘头的赶驾车 真的太过分了 我的堂妹当时也都准备好要来练功 也被迫取消 有言变没言 直到9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 判决确定 太极文无罪 无欠罪 无违反罪监及政法 国税局却说法院判的不算数 秒释司法判决能继续开单课税 去年109年8月21日遭受行政执行署 违法拍卖太极文的修行预定地 并收归国有 这25年让多少太极文弟子身心难安 让多少家庭破碎 有多少弟子熬不过亲友的责乱 只能无奈离开诗文 有多少弟子爆汗离世 又毁灭多少太极文弟子的梦想跟道员呢 真金其半小英总统 你是台湾有智慧的领导人 请好好解决太极文税务案件 为人民主持公道 废除不合质疑的法令 规还太极文修行预定地 才能真正走上安和乐力的民主国家 我更希望人间冤错假案不再有 这也没有遭受跟我们一样的 祸害及痛苦 谢谢大家 听完兵哥的分享 各位的线上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我相信啊 若是曾经逝去过健康的人 一定非常有感 太极门让许多人找回健康 快乐与幸福 这样子促进社会发展的优良团体 却被一张不实的起诉书 以及违法税单 前前后后辛苦了这么多年 被起诉的六个年度里面 已经有五个年度 已经将设额更正为零 却独留相同性质的八十一年度 未更正为零 这不禁让我想到 柯南卡通里面 最经典的一句话 推理是不分输赢 不分高低的 因为真相永远 只有一个 当起诉的理由都相同的时候 没有道理读不读 八十一年度不更正啊 各位看官们 您说是不是啊 柯南卡通中 还有另外一句台词 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世界上 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解不开的案子 只要当政者愿意帮助人民解开冤屈 就一定能解决 亲爱的小英总统 国家需要您 人民需要您 请您看一看 在大街小巷街边 举牌的人民 不论花风 下雨 大太阳 都依然屹立不遥的 站在那边 还看到坐着轮椅 也要拿布条的老爷爷 老奶奶 这些画面啊 真的不应该是 号称民主台湾 应该有的接近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那么台湾最差的风景 又是什么呢 请您正视这个问题 了解并解决 已经二十五年了 人民不能再等了 人民要的就是如同 世界公民享人权 这首歌曲里面所唱的 民本法治众人权 人权至上 最后我们用这首歌曲 来相互勉励 并且共同实践 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星球 每一星球 主的世界有名 日月星辰有归日 传世前后有晨去 天生万物有权利 自由平等与人权 人在何方何苦涩 人人有权的尊重 生命可归自由高 平等法治中人权 人的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解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 世界共鸣相认全 人人的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解开平 世界共鸣相认全 人人有快乐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人人有快乐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 天地有爱与和平 世界共鸣相认全 守护人 當年替代替